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自107年起推动绿色环境给付计划 除了保护农地可离使用外 种植高品质水稻、杂粮作物、有机或友善环境栽培的农民皆可以受益 自1月2号起受理申报,期盼农友共同参与 为调整到做产业结构及提高国产杂粮供应 行政院农委会自107年起推动对地绿色环境给付计划 透过奖励种植进口替代、外销主力、重点发展等具竞争力转作作物 实施到做直接给付与公粮保价收购、双轨并行制 与结合有机及友善环境补贴等措施 辅导农友势地适重促进农业永续发展 申报的时间我们公所这边是定在1月2号到2月7号这段时间 那修跟转作这个制度呢就是已经执行多年 然后在我们领口这边呢沿海的五个礼 我们会到下乡去收件 那时间的话我们会另外再行通知 申请者呢就是如果他是申请这个修跟转座 翻根的话呢一齐座的话是有三万四千块的一个补助一公顷 那如果是做这个转座的话呢一齐座是一公顷有这个两万五千块的一个补助 郑书文课长指出对地绿色环境给付为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重大政策之一 除保护农地合理使用外 种植高品质水稻 杂粮作物有机或友善环境栽培农民皆可受益 期盼农友共同参与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在林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